清爽无负担的好料理 绝对可以让人在夏日里 不再怕没有食欲 用梅子酱淋在生菜沙拉上 或者是试吃冰酿苦瓜 还是再来一个凉拌泰式酸辣花枝 绝对让你胃口大开 今天呢来到鹿野巷要找特色的料理 那在我身边呢就是甜妈妈的富姐 那在夏天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会希望吃得清爽一点 而且呢如果能够吃得健康的话 那就更棒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富姐帮我们准备的这一桌菜 真的是看起来又清爽又养生哦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请富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她为我们准备了哪些好料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甜妈妈 我不姓甜 所以我是姓富 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为各位准备了几道 都是养生的菜 而且没有负担吃的没有负担 它也是一支蔬菜水果在里面 而且就是用沙拉下去调 这样它们也是没有负担 非常地清爽 对因为你看这个都没有大一大肉 我们会有配了一些就是食蔬下去 让大家的营养可以均衡 这个是泰式花枝 泰式的那种酸酸又有点辣辣的感觉 是非常的下饭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对 在路野地区的甜妈妈由傅锦英一手包办 四季都有精心设计的菜肴 希望可以让顾客有新的感受 这一次所推出的清爽料理 相信可以让你在炎炎夏日 不再怕没食欲也吃得无负担 东南宣优部郑慧如黄欣平 在路野乡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